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商事法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商事法的时间了 那我们今天是要讲到第三奖的会票 今天跟我在现场跟各位同学来讨论的题目 是我的好朋友王永茂 王律师 那王律师是我们目前佩兰律师事务所的一个主持人 那他的学经历很丰富 他是我们辅仁大学 法学士 文化大学的法学硕士跟法学博士 那我们今天要欢迎王律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会票 那我们这个单元目标有几个 第一个是谈会票之概念与发票 还有第二个背书的意义 种类与特性 第三个是承对 第四个是保证 第五个是付款 第六个是追索权的问题 那首先我们谈到一个会票的部分 那依照我们的票据法规定 所谓的会票是为发票人 签发一定的金额 委托付款人在指定之到期日 无条件支付与受款人或支票人之票据 那会票为票据的一种是委托他人支付票据金额的票据 一般称为这个委托证券而非支付证券 所以会票当事人有发票人 售款人 付款人 既发票人与付款人不同一人 持点于本票不同 而与支票同 但会票之付款人原则上无资格之限制 无论个人或一般人 三号均得重认之 而支票之付款人则仅限于经管会可准办理 支票存款业务之银行 信用合作社 融会及余会 那会票的种类也很多 有所谓的记名式 指示式 无记名 那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个表 更可以看到依照它的时间 不同可以区分为定期的 计票的 计期的 住期的 分期付款 会票等五种 所以从这个表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有不同的这个时间点所产生的 这不同的会票的形式 那我们这个从这个表看完以后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下面的 比较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发票行为 才能构成是一个会票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行为 那构成这个会票的一个样式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会票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所谓的必要记载事项 还有相对记载事项 那在必要记载事项 有所谓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跟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那还有所谓的得记载事项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上面 那我们这个一定要 首先表明说有这个会票的文字 那金额一定要确定 还有这个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一定要写出来 另外就是发票的年月日 那要有这四点 这个才能构成这个必要的 这个里面当中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然后在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比如说付款人的姓名 受款人的姓名或商号 还有发票地付款地跟到期日 那我们还有下面的所谓的这个规定 比如说这个一个下面的表格 我们可以看到 担当付款人跟预备付款人 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这个些都可以看得出来 在地位上 还有指定人上面 跟限制上面跟立法目的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表上面 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担当付款人 他为付款人的代理人 他非付款也非票据债务人 那预备付款人 他是第二个付款人 那指定人的话 是由付款人或发票人来指定 那预备付款人 则是由发票人或备数人来指定 在限制上 这个单单付款人 就不限付款地之人 那预备付款人则有规定 一定要在付款地之人 那立法目的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单单付款人部分 我们是为谋实际付款的便利 可是在预备付款人的部分 我们就是要防止追索前行使 增强票据的一个信用 那所以我们再来这个 刚刚谈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汇票的发票人 那应造汇票的文艺 担保陈队及汇款 所以我们下面就有个问题 来跟各位做探讨 比如说假签发一指由A 担任付款人之汇票 给付款人之以 那以于到期日前 辞该汇票向A请求成对 但A于成对时 记载本成对于收到假提供资金时 方生效 试问下列有关A票据责任的叙述 何者正确 那我们来就叫王律师 是因为A在成对的时候 有记载本成对 必须要收到假提供的资金 才生效的停止条件 那这个在学理上 称之为副条件的成对 那依照票据法 是十七条第二项 但书的规定 成对的人必须依照 其所成对所付的条件负责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B 对 所以这个刚才有谈过 我们要是个无条件的成对的一个 才可以 才是一个生效的一个汇票 那所以再下来 我们来跟各位探讨一个 也很重要的一个发票行为 就是所谓的背书的意义 跟种类还有特性 那我们都知道背书者 系指票据之票人 以转让票据上权利或其他目的 所为之一种附属的票据行为 那所以背书乃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背书乃之票人 所为之附属票据行为 那另外背书是以 转让票据权利或其他目的 所为之票据行为 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一般的这个转让背书 有所谓的产生的这个 权利移转的效率 还有担保的效率 跟资格授予的效率 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 这个背书的种类也很多 那我们可以了解到说 它的一个这个效率 那跟我们种类 当然都会有连带关系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到底发票人 他如果要做一些这个背书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有一些规定 所以有一些是发票人禁止 背书的一个效率 还有这个发票人 如果说他要做到这个禁止背书的时候 那他是要怎么负责效率 等一下都是我们要跟各位探讨的 那再来就是他们的这个种类 有所谓的期后背书跟回头背书 所以下面有一个题目 我们来跟各位做探讨 就是这个假签发面额新台币十万元 是无记名汇票一张交互受款的乙 乙记名背书转让丙 丙空白背书转让丁 丁交互物 乙记名背书转让乙 乙交互跟试问 背书有无连续 那这个都是相当复杂 我们来想 王律师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是 依照票据法三七条第一项淡书规定 有空白背书的时候 其次的背书人 视为前空白背书的背背书人 那我们这一题呢 丙空白背书转让给丁 丁交付给乙 乙记名背书转让给己 这个时候呢 乙就视为丙背书的背背书人 但是呢 己交付给庚 背书就不连续 所以这个答案是D 是 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 了解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背书是不是有连续的问题 那再下一题 我们希望透过更多的这个案例 来让各位观众更了解一下 背书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下面一个问题是 假持有A签发金 B背书支票一张 乃于该支票上记载 假自己为受款人 借其提示退票 假主张B应付背书之责 B以背书不连续 中署连续 即为回头背书等理由 拒绝付款 依实无卷解 有无理由 王律师 是 依照票据法 144条准用25条第二项的规定 假有权填载自己当作受款人 再来 票据法144条准用39条规定 背书人必须按照票据的文意来担保付款 不得以背书不连续作为免责抗辩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C 所以我们这个相关背书的问题都有很多的一个法律的一个相当需要了解的 那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回来再跟各位做后面的探讨 谢谢各位 各位观众 接续我们刚刚的两个问题 我们下面还有几个问题来跟各位做探讨 希望各位观众对于这个背书有更进一步了解 因为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王律师 他刚好在这个有关于背书这方面 他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分享 那下面的问题谈到 假签发新台币一百万元之记名本票一子于乙 乙将该本票交付于丙 丙将该本票空白背书于丁 但于签名之旁记载 背书于货物收益后生效 丁与到期日向甲请求付款 试问下列续述何者正确 来 王律师就麻烦你 是 这一题的本票在以交付给丙 丙又将本票空白背书给丁的时候 产生的背书的不连续 那依照票区法一百二十四条准用 七十一条第一项规定 付款人对于背书不连续的本票付款的时候 要致负其责 所以答案是B 甲可以背书不连续当作原因来拒绝付款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背书的一个形态 我们下面再来看这个另外一个提醒 是 因为票据法一百四四条准用三十条规定 记名支票的发票人有禁止被转让的记载的时候 不得转让 但是我们这一题因为是无记名的支票 所以答案是D 这个禁止背书的转让不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是的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提醒 甲千花付款人为以银行 新台币一百万元之位在售款人支票一纸于炳 并于支票上记载 禁止背书转让 其后炳将该支票交付于丁 丁于发票日 向以请求付款遭拒 丁欲向甲行使票据权领 请问依据我国票据法制规定下列何者政权 那我们来请这个王律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是 依照票据法一百四四条准用三十条规定 你有关禁止转让的支票 必须是记名的支票 那因为这一题甲没有记载受款人 这一张支票就是无记名的支票 所以记载禁止背书转让就不发生效力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C 并仍然可以行使票据权利 是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有关于背书的一个提醒 谈到 王律师就 是 票据法在四十一条规定的所谓的期后背书 期后背书指的就是票据提示期间 经过以后的背书 我们这一题发票地跟付款地都在台北 依照票据法一百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提示日是发票日九十九年一月五号以后的七天内 也就是过了九十九年一月十二号以后的背书才是七后背书 所以以在九十九年一月八号背书转让给丙不是七后背书 但是丙在九十九年一月十五号转让给丁 这个是七后背书 所以答案是D 假以要付票据责任 丙就不付票据责任 对 所以这个上面有几个背书的问题 那我们都有跟各位做了这个 以不同的类型来跟各位做探讨 下面我们来做另外一个议题的讨论是有关于陈队 那陈队在这个会票付款人接受付款的委托 在票据上承诺愿意票据文艺付款所为之附属票据行为 会票付款人并不应发票人在会票上付款之委托 当然成为票据债务人 付款人需做成队行为使成为会票之主要债务人 该付款人既成为成队人 成队人于会票到其不为付款时 执票人得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付款人付款 故成队人于付款人不但实际上系一人 形式上也需为同意人 成队为会票所特有之制度 那我们现在下面有个这个题目 也来跟这个王律师来做个讨论 那这个题目是谈到 这个贾签发以为付款人 以为受款人之会票 若已于成队时 同时指定担当付款人 预备付款人与付款处所 请问依据我国票据法规定 下列叙述何者为正确 是依照票据法49条规定 付款人在成队的时候才可以指定担当付款人 而预备付款人是专门为了参加成队或参加付款而设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C 以在成队付款时指定预备付款人是无效的 对 那因为这个成队是对汇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特别是对值票的那个保证 那就是说拿到这张票是不是能够获得金额的几付 那成队这个行为是很重要的 所以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 提到假签发一张50万元是汇票与丙 以以为付款人 在到期日之前丙提示该汇票要求以成队被拒 由丁参加成队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王律师 依照票据法57条规定付款人或担当付款人 不在期限内付款的时候 参加成队人应该支付票款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B 并应该在向付款人以提示付款遭到拒绝以后 才能够向参加成队人请求付款 对 这也是很好的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在票据的关系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特别的规定 不得由同一个人担任 那所以我们就来这个救教王律师 下面这题就说 什么在这个整个发票行为当中 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是不可以有同一个人来担任的 是 依照票据法53条规定 预备付款人跟票据债务人 都不可以担任参加成队人 因为背书人 依照票据法39条的规定 是票据债务人 所以他就不能担任参加成队人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C 好的 那所以我们接着下面了 有谈 再来谈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假于99年1月1日 签花汇票一指于乙 并限定应于八个月内请求成队 然于两个月内不得请求成队 乙于99年1月2日将汇票背书转让于丙 限定并必须于当月底前请求成队 并于下列同年合一日前请求成队 才会是合法的 王医师麻烦你帮忙解答 依照票据法44条规定 发票人可以在一定的日期之前 禁止请求成队的记载 那背书人如果也定了 这个应请求成队的期限的话 就不可以在发票人所定的禁止期限内 那本题发票人是禁止在发票日内 两个月请求成队 那乙则要求在一月底前成队 所以乙的这个要求就不合法 那由于甲已经要求必须在八个月内 请求成队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C 这是要八月一号 那下面一题也是有关我们成队的部分 那我们是最后一个题目来做探讨 甲签发一指定日付款之汇票 于成队时付款人仅希望一步票据金额之成队 试问下列何者正确 王律师 是依照票据法47条规定 付款人经过执票人的同意 可以就汇票金额的一部分为成队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C 必须经过执票人同意付款人才可以做一步金额的成队 是的 那我们在这个成队的部分 大概一个段落我们下面 也要跟各位探讨另外一个议题有关于保证 那我们都知道一张票能不能够获得兑现 除了有这个成队人以外 那很多人也希望有所保证 使他的这个所持的票 更加的能够在成队上面比较多确保 所以我们这边在汇票上面就有所谓保证的一个制度出现 那在票据债务人以外之第三人 以担保汇票债务人履行为目的 所为之附属行为的一个票据行为 那我们在票据的保证为票据行为的一种 具有要事性 其应由保证人签名外 并需记载一定的事项 比如说保证的意志 即表明保证的意识 二 被保证人的姓名 还有三 保证期日 即保证人为保证行为之年月日 但保证为债民年月日者以发票年月日为主 所以这些都是有关于保证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儿回来再跟各位做讨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又回到这个保证的议题的部分 那刚刚除了谈了一些需要 这个必要记载事项以外 我们也对于汇票 它的保证到底是写在正面或背面 是没有特别的规定 那至于有关于是保证的部分 是就一部金额或是全部金额为保 来保证并没有特别规定 也就是说你要保证全部或者部分都是可以的 那所以下面我们用几个题目 请王律师来帮我们再做一些精辟的解说 让我们观众能够对于 这个汇票的保证行为 能跟多一点的认识 那我们这边题目谈到 假如以所签发汇票上为其保证 关于假之权利义务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那我们来就教于王律师 是依照票据法61条第一项规定 保证人跟被保证人负同一个责任 所以保证人就不可以主张所谓的先速抗辩权 而本题选项B表示说假得主张先速抗辩权 这个答案是错的 那为什么他在这个先速抗辩权 他的主张在这个状况下 这个法律上面是不容许他成立的 因为在这样的担任保证人的时候 那他跟这个被保证人本身 他是属于连带债务的关系 那既然是连带债务的关系 他就没有办法主张所谓的先速抗辩权 所以他们是属于连带的 所以都不可以主张 因为他们负的责任是一样 他如果主张了这个先速抗辩权 那使得这个连带保证的意义就不见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个题目 下面对票据之背书与保证的叙述 何者错误 来我们再来就叫一下王律师 是 从票据法39条准用29条可以知道 背书人必须担保成对跟付款 但是由票据法61条第一项规定 保证人跟被保证人负同一个责任 我们就可以知道保证人 其实他自己就是票据债务人 那跟担保的代位清偿的概念是不同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D 本票的背书与保证均在担保 成对付款这个选项是错的 对 所以大家可以这个从解说 就更加的清楚 保证跟被保证人 他们之间责任其实是一样的 再来我们来看保证的最后一个题目 加签发一指经付款人A 成对之汇票与受款人E 以背书转让于丙 丙在背书转让于丁 B则于票上载名保证一指并签名 南B为载名为何能保证 依票据法之规定 原则上B系下列何能之保证人 是依照票据法第60条规定 保证未在记载被保证人的时候 视为未成对人保证 所以这一题B就视为未成对人 A为保证 所以答案是A 那所以从刚刚我跟这个王律师的一个讨论 美国保证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相关的规范都是有这个法律 很严谨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很害怕说 大家在签这个票据的时候 刮一落万 那所以我们这个票据法上面 对这种所有票据行为 那就需要有很完整的规范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再下来这个拿那个支票 总是需要获得了一个 这个付款的一个 对这个成对的行为出现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来谈一下付款 那付款者系指付款人 或单单付款人支付票据金额 以消灭票据债务之行为 票据之为流通证券 辗转流通 执票人是谁 付款人不易之行 纵然在以借期 付款人也无法往付清赏 故应由执票人做付款提示之行为 经提示而后有付款 付款提示之意义是 执票人向付款人 为现实地出示票据请求付款 由于票据权力 由网取债权的性质 票据又为流通证券 票据债务人无从执席 何人为执票人 故票据法规定 执票人行使票据上 全力印向付款人或担当付款提示票据 所以这个常常就有提示票据来请求付款 所以在到期日后两日内无付款的提示 则执票人向付款人为付款提示时 付款人印记付款 但票据法第七次条有规定 付款人经执票人的同意得延期为之 但以提示后三日为限 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整个付款当中提示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下面有个题目 要来请求王律师帮我们讨论一下 说假在台北市签发支票一张给受款人以 并在台北市付款 以背书转让给丙 丙在背书转让给丁 丁位于发票日后七日内为付款之提示 请问下列何者叙述正确 是 依照票据法第130条规定 发票地跟付款地在同一审市区内 执票人必须在发票日后七日内为付款的提示 这一题并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来做提示 但是依照票据法134条规定 在提示期限经过后 发票人对于执票人仍然要负责任 但是执票人他待于提示 如果因此让发票人遭受损失 还是要负赔偿责任 那他的赔偿金额不得超过票面金额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C 丁仍然可以对假做请求 但如使发票人受损失 在票面金额范围内应付赔偿责任 是的 我们从刚刚一直讨论的 很多的这个发票行为也好 或者付款行为 那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这个 票据法上面的很延整的规定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在最后一个 要跟讨论的题目叫做追索权 这个地方来让大家知道 那我们有保证有承队 那有付款提示 可是这个票如果没有这个 给给这个现金的时候该怎么办 那我们下面就在探讨这个 所谓的追索权 那什么叫做追索权呢 就是票据不获承队 不获付款或其他法定原因发生时 对于发票人被输人或其他票据债务人 请求票据金额利息及费用的一种 票据上权利 那追索权以其行使之时期为标准 可分为到期前追索权与到期后追索权两种 那所谓的到期后追索权是指 票据到期后不获付款 所得行使之追索权 到期前追索权是指票据不获承队时 付款人承队人死亡逃避或其他原因 无从为承队或付款提示时 或承队人或承队人受破产宣告时 所得行使之追索权 所以追索权以其行使的主体为标准 可分为最初追索权与再追索权两种 前者指票人所行使之追索权 后者指以赏还之票据债务人 如背书人向其前手再追索之追索权 那当然我们追索权有可能会丧失 还有因为不遵守相关规定 来丧失追索权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一个议题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题目的讨论 能够来跟各位来做一些补充 那首先谈到是假签发一张 将由理事担任付款人之汇票予以 其后依序经过以丙丁物背书转难 而由沾桑取得此汇票 沾桑于到其日前又再将汇票背书转难给丙 经汇票业已到期 此票人秉于理事拒绝付款依法作成 拒绝证书后得向下列和票据债务人行使追索权 是票据经过流通后有时候会发生 以票据债务人成为被背书人的现象 那学理上称之为回头背书 那这一题也就是这样 那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依照票据法第99条第二项规定 执票人为背书人 使对盖背书的后手无追索权 那这一题因为背书人 并再次成为执票人 依法只能对假以进行追索 所以答案是B 对 这个时候书上面常常会有追索权的一个使用 所以我们再赶快来看一下 在下面一个探讨有关追索权的问题 假签发会票一张于乙 以背书让于丙 丙在背书转让于丁 丁向付款人为成对之提示被拒 丁于做成拒绝证书后 并未对前手及发票人为通知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是 从票据法89条跟93条规定可以知道 执票人应该在拒绝证书做成后 室内对背书人 或者其他的票据债务人通知拒绝私有 那如果没有在这个前开锁定期间内为通知 仍然可以行使追索权 但是因为你没有通知产生存害的时候 应该负赔偿责任 那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会票金额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C 今天很高兴 这个跟王律师探讨了这么多 有关于会票的一些行为 那我们今天这个就到这边 我们谢谢王律师 还有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谢谢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组织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